本來大阪椅這個詞就不是廣府話來的 我們廣州沒有人叫大阪椅的 大阪椅是什麼呢?我們叫做橋椅 橋實際是橋字 我們講古音是這樣的 把橋字讀成橋 橋椅,什麼橋椅呢? 四面兩隻腳中間有一條板角的 好像是橋那樣,所以叫做橋椅 那為什麼叫做大阪椅呢? 大阪椅這個詞就在外省的劇種流傳過來的 它有什麼含意呢? 大阪椅原來舊時演出 通通都有我們的職份所為 你通通都有職的 你是做什麼行當,你是做什麼位 所以傳統就是什麼呢? 生誕靜沒丑,外小貼複雜,十大行當 不能做第二個的,你就是做開這個就做開一樣 那大阪椅就不同了,大阪椅是什麼呢? 大阪椅呢,它又不是主要演員 是一些一般演員 就,喂? 哪個位沒有人,我就頂誰 哪個群角不適合,我就頂他 那些叫拉扯 全部都是去做的 那它必須要什麼呢? 所有這些行當,它都要認識一點 包括花旦也認識的 因為全藍班,藍花旦,新蛋,直播手 通通都要認識一點 又不是很厲害 總之那些二三線的角色呢 一有人沒空,說什麼事呢 他就可以頂上的 那這些人呢 那個花名,哈哈 或者那些血流語叫做大阪椅 為什麼大阪椅呢? 一條大阪椅那裏 你不跟那些荒椅 那些荒椅坐個人的呢? 對吧?大阪椅就 每個位都坐得 即個... 擴展成人身為 每個位都坐得 即是樣樣功夫都做得 其實大阪椅 起碼坐兩三個人就行的嘛 對吧? 就每個位都坐得 就不如血後雨啦 就指這個演員 羊羊角色 什麼行當都頂得下的 這就是粵劇傳統啦 戲語戲人 各位,講到這裏了 拜拜